HELLO 星期三晚的缺戰中環直播 說一說為何女王今晚 今晚稍為空虛 美女主角不見了 美貓又不肯上台 只分兩枝公 真是兩枝公 一天女王就非常乖地進修 你知道她有新節目準備 很認真的人 所以她就聘請讀書架 暫時會缺席 當然我們希望偶爾有短片可以加插 偶爾會開麥克風 觀眾會更開心 或者偶爾會在我們旁邊插進來 最好 像貓咪一樣亂入 最棒的一流 不過女王不敢撒人就算了 所以大家抱歉 忍耐忍耐 女王暫時會出鏡 體諒一下我們主持 她真的很認真 讀書 每一個節目都準備充分 所以真的要休息 有時候只能寫個伏字 我都不肯回去讀書 她肯 今天的話題很過敏 新氣象 話說是新氣象 不是決戰 而是和風細雨 今天林鄭第一次在理身後上立法會 上去之前已經吹風吹得很厲害 吹和風 教育入手 說會付50億 然後改善教師隊 自知私立大學學生會 有有有 然後涵蓋中小學 幼稚園 賴磚等等 即是運行派行 派餅仔 大家都利益均 但不是新事來的 是現有東西加碼 現有東西加碼 當然 想做一個和解的開頭 各黨派都接受的 這是好事 不過我就想跟大家說清楚 從另一個角度 你過往這麼多年 做了這麼多壞事 你是有責任做補償的工作 不是說你突然間黃恩浩蕩 千萬不要用黃恩浩蕩的角度看 即是鷹做的 現在終於都做 而且你只是補獲而已 正面我們要肯定 但實際上我們不能夠 因為這樣 就用一種傳統帝王對神民統治的思想來看 即不是思社來的 不是思社 不是恩師 這50億是我們的公帑 不是政府的錢 政府的錢是人民的錢 政府是幫我們出錢 全世界最高工資的官員的薪水 請他們幫我們保管 那些錢 你幾千億 那樣地有些大八丈工程 根本是對我們香港人不住 50億算得是甚麼 少恩少衛 但都好過沒有 好過沒有 一個想和解的開頭 總好過把這50億拿去 另外有一個不同的角度分析 表面是和解的 暗藏殺機 暗藏殺機 暗藏殺機之前 我們都說多一件事 肯定吳克劍的公職 吳克劍的公職 吳克劍的公職 就是他退休 不是 是他做得太差 作了很多個洞 結果新政府上任之後 隨便塞一個洞 就由教育入手 塞一個洞 就已經可以令社會很開心 吳克劍就說 犧牲少了 事傳大局 原來 吳克劍才是真真正正愛國 真真正正為北京著想 我發覺他的樣子 好像曲到直 這樣也找到東西來讚的 不知道是吳克劍曲 還是我曲 不知道現在事實是這樣 是不是 造成的勢就是這樣 這樣出來 有人說 鋁窩連石補青天 那個青天 原來拿一件事 鋁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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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有本事撞到天 他只是掘洞 即是老鼠的兒子會打動 鼠背 鼠背 他洞在地上就不是在天 搞清楚 這個叫做田騰 這個叫做奶媽田騰 不是叫鋁窩補天 搞清楚 鋁窩暫時還未補天 不過是田騰 田騰 還有另一個騰子 他正在填補 就是BCA 他當選之後 就說想叫停 今年的BCA 結果六八九說不行 我還是特首 現在大家檢討BCA 因為今年考了就算了 之後大家檢討 說檢討 就算他不完全立刻取消 我覺得他都一定要有個 比較大幅度的田騰 尤其是小三 另外一樣也是田騰 先前這麼粗 那個什麼家夥 強積金對沖 藏身聊過 面相和氣 還要說 勞資雙方都已經 都沒有人滿意 除了形勢之外 他也趁機 抽一抽上格的水 淪酒搞這種事 做什麼 所以有工的 不單止 不行 六八九的公路更大 委任不行 出來是誰 又是六八九 不過這個 頭蛋湯 可能是甜品行先 甜頭 甜品行先 然後主菜在後面 主菜是什麼 什麼樣子 我有服 洗二共停 怎麼服 我記得 林鄭 一定會問他 二十三條立不立法 有說過 他說 要製造條件 是製造條件 現在開始製造條件 就是甜頭 通常吃飯都是 甜品都是放最後 突然間是甜品放前 主菜當然是有些 特別不同的東西 你又不知道 因為主菜還沒開盤 如果主菜是二十三條 你說的 有機會 敗伏 這個絕對是一個 為什麼北京要支持 林鄭 或者他支持任何一個人做特首都好 二十三條在他們心目中 是一個很大的結 是啊 超過十年 2003到現在 2003到現在超過十年 而且他認為 叫做回歸 我們叫政權移交 二十年 你香港都不負這個憲制責任 這些是不是香港憲制責任 民生回歸 現在是很習慣 那為什麼民生不回歸呢 他們自己應該檢討一下 不過這樣 那他不是殖民地 那個時代教師教壞小孩嗎 那你們的教師大家小心一點 不要因為他撥錢給教育 你就突然間覺得正 正 現在他分分鐘將政治責任 推窩在你們身上 說是你們教學生嫁得不好 那有哪些教師可以取代你們呢 大家想想 是吧 愛國教育教師 普教中可能是第一個突破點 哪個普通話會比香港一般教師好 哪一部的教師 普通話一定會比香港教師一般的好 是不是 那當然 在國內出生 考一個國家與委通過來香港 是不是 他當然是說 上面的普通話水平 和中國與民水平比香港的教師好 此其一 第二件事就是國教科要重推 沒錯 即是我給了五十億 大家沒有那麼大壓力 沒有那麼大反抗 會不會和風細雨之下 你會噓到國教科呢 中史科 是必修科 國教科相對來說 比較多人爭議 中史科完全沒有人爭議 不過 他會 課程 大家不要忘記課程是誰制定的 教育局 另外 中史科的教科書雖然是私人編寫 但是他要送審 送給教育署審核 他通過了覺得OK 符合了課程的干擾 才會列入教育局的適用書目標 學校才會選你的書 這個就是搞出版的很清楚 你出版自由 你出版另一本的教科書 他不會阻礙你 不過如果不列入適用書目標 沒有學校會用你的書 即是說你虧到渣都沒得剩 即是做了差百做 所以 中史的課程最終怎樣拍板 不知道 教科書如何落實的問題 所以是有福的 鄧飛最近也寫了文章 教聯會那邊的 他代表教聯會說的話 亦都是講坦的話題 重推國家科 已經講到是怎樣重推的細節問題 正如仰華債 中史那部份 你會發現鄧飛那篇文章 好過日記錄了什麼 就是對近代史 以前英籍是嚴重的 是漠視的 於是令到香港的小朋友 對近代中國就是偉大的 中國人民共和國 就是形式不足 因此就是人心不歸 你有沒有留意這個安排 這個復筆 即使是重推中史科 他都說了一定不會 好像以前英籍那樣 所謂 厚古薄金 說就一定要平衡 假的 你著重說近代史 還要是說這個 沒有新中國 就沒有新生活 那種 著重近代史 我覺得應該 問題是你怎樣演繹這個近代史 對 你會不會講 這個 這個 國共內戰的時候 長春圍城 當然不會 鑑山 因為共軍在長春圍城 鑑山餓死超過二十萬人 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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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寫了一篇文章 你也有留意到 寫中國大分裂研究 剛剛寫到這個 滿洲國 而滿洲國最後那篇 就是解放後的長春 為什麼會忽然之間 有一個亞洲最先進的城市 忽然之間變成廢墟 長春就是現在吉林的散回 當年的聖經也是滿洲國的新經 聖經應該是瀋陽 不過長春也是 新經 也是東北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城市 揭發這件事 是以前一個叫張正龍 九十年代初寫了一本書叫 《雪白血紅》 就講東北戰役和林彪 當時東北對解放戰爭的功績 因為他對林彪的戰績有所肯定 而且特別是長春 大節 那個圍城鑑山餓死老百姓 結果被滅聲 是啊 這些震代史會不會教呢 之後大躍進期間 非正常死亡三四千萬人 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機構 最大規模的 有系統人類滅絕計劃 從來沒有施鑑山那麼成功 希特拉這麼科學化 都只是有系統滅絕了六百萬猶太人 他不用很科學化 他一個政策 人有很多大膽 地有很多茶膽 搞法煉降就行了 不需要科學的 文革 成億人受政治衝擊 鬥死大約兩千萬人 浮屍五花大榜 不斷飄 由深圳河這些 飄離香港 會不會講呢 我們不講立場 我們只講事實 還沒計自然災害呢 三年自然災害呢 大約晉 他叫三年自然災害 實質上是人禍 五十年代的打擊知識分別 胡峰案 土改 土改是穿穿見血 1950年土改 鎮壓反革命運動 全國打靶 胡峰案 之後還有反右 所謂改革開放之後 其間還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還有六四 你怎樣說 你整個近代史 沒錯 應該著重 這些我們應該不應該說 所以為什麼 這些年輕人 你也不是說你蠢得了 我不是說 拆不拆大台的問題 年年行禮如宜 大家只是紀念六四 如果你真的要爭取中國民主化 還有這麼多事情都還沒計 反案不反案 起碼文革都已經不說反案不反案 有人說六七暴動要反案 六七暴動要反案 就牽涉到文革要反案 你不要忘記 現在我們習主席的父親 習仲勳 在文革都受衝擊的 文革反案 你是不是想反反 連習主席的父親的案 都先反了 沒有錯啦 平反了 再平反了 但是這個所謂歷史 如何教呢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 一個所謂天朝認可的教科書 是會願意將這些 事實擺在大家面前 問題是所謂 新中國的歷史 就是由血寫成的 你可不可以不講中國的歷史 如果你說我們要講神州五號 神州一號 什麼什麼 楊利偉升空 可以 照講 沒問題 事實是事實 就照講 你不要說側馬一遍 你說有什麼成就也好 你說這一成就變成正式宣傳也好 不要緊 事實我們就照講 三罪清安 毒害這麼多寶寶 要照講 是吧 他怎麼肯講 大哥 我只是講事實 你要講歷史就是事實 是不是 就不是說我給你五二億 難的 事實都是認可的事實才是事實 沒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 沒有所謂客觀科學的學術自由之下 你所謂的重推中史科 是會推什麼中史出來 國民教育本身和中史已經重疊 你有沒有必要駕床跌屋地去搞另一塊 潛建出來的國民教育呢 所以就是說這一刻是一個很大的沿岸 看見的 和風細雨之下 就是暗湧連牆 隨時就是磨刀坑坑向泛民 大家要記住 暴風雨前夕都是風和日麗 台風越猛烈 他之前的空氣更加越沉 是吧 烈日當空你完全不覺得有風打 到你稍微有鬆懈的時候 去海邊玩一下水來 突然間來到的時候 一個浪就不見了 海嘯的時候是怎樣的 沿岸的水退 水退嘛 推得越勁的時候 蓋上你的浪就越大 各位泛民主要留心一下 這些所謂和風細雨的東西 表面是一定做得出的 但是背後暗床的什麼殺機 大家有一點政治智慧 大自然都教我們很多東西 大家記得2004年海嘯的時候 退水退的時候 蓋上一個小小的浪 是將很多魚 海產衝上去 很多沿岸的居民 很開心去收拾 很無知的 很開心去收拾 天國還財 天國還財 然後一個大浪來的時候 真是連本大利 真是軟落海 有時中國人有時說 古代漢朝已經開始說 天人合一 即是董祖書那些開始 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看清楚一點 50億 不要給這件事 這樣就覺得 黃恩浩蕩 我們可以和解 應該是說 好的東西 就是開心地接受 問題是 背後還有什麼下著呢 各位不要再想多兩步 我只希望這樣 好的東西 我們樂見其成 也希望他真心推好東西 但不希望他為了推背後 另一塊更加得人驚的東西 就先給你一點甜度 所以這就是 叫大家政治醒覺 還有記住 我們香港是公民 政府是公募 給50億出來 是我們的錢 是他們有責任幫我們管好這塊錢的 錢不是政府撕寫的 所以這些概念上的東西 抽象形異上 是不是一般講諸會明白 會消化 所以才爺派堂 一叫爺派堂 給孫子 這個意識已經很不妥 不良意識 靠懷世 意識不良 問題是意識不良 從來不會刪斷 所以就是 擔心的一件事 樣子都已經說了 服有什麼家科 不單止是講不講事實 那麼簡單 而是再進一步 他是用什麼立場來講這些 到底他背後在灌輸什麼 價值判斷呢 這下更深入和深刻 所以就 好像剛才所說的 阿楊已經不停提醒大家 如果我們以前英國佬 遺留下來的東西 我們理解法治是什麼家科呢 政府是公募 他是信託人 他是代表社會 代表市民 行使管治社會的權力 公權不斷來的 不會侮辱制的 公帑是全體市民 不是你的政府 你幫忙看著革命 而不是你黃恩浩蕩 我給你 所以這些所謂天朝的由上而下 我施捨給恩惠你 所以所謂的王權思想 居然在二十一世紀 那條復活都要重視了 號稱全世界最開放最先進的城市 原來還在想著王權思想 那不如我們回去摘邊 不如回去摘腳 好不好 好乖 這些事情 作為一個文化人 做了編輯 這些事情 真是很準確 大眾看熱鬧 不是看門路 這些真的做文化工作 一夜就倒楣了 總之很簡單 如果我們真的要看歷史 看中國歷史也好 看世界歷史也好 看比較東西方文化也好 有一些事情其實很簡單 是不是 我們自己身處這個社會 起碼要有一個公民意識 現在呢 很難的 九七後不提公民教育了 已經變成國民教育了 公民的概念不見了 公民從哪裡來的 就是古希臘 就是馬典民主時代 即是成邦時代 公民就是人物來的 定罪不能受鞭打 你受羅馬的法律保護 你就是公民來的 是啊 為什麼現在我們香港 竟然 就連兩千多年前的羅馬都不如呢 唉 借口可以說很多 不過結果都沒有用 就是說 正常要洗走 你那個西方傳統 下來 我們香港人 繼承了那套民主思想 就是價值判斷 即使在制度上 不是所有的民主制度 問題是我們接受了法治的教育和浸淫之後呢 我們接受了西方那套價值觀 那套價值觀是什麼 加科 法治就是這樣 不像你天朝的秩序 由皇帝曾經派下來 最近習總說話 都是重複了這個概念 是互相揮影的 是不是加科 就是有些事情底線你不可以碰觸 你不可以挑戰國家的權力 諸如此類 什麼叫做挑戰國家的權力 如果我們現在作為一個香港人 習慣了 政府都要守法 政府不守法 我可以司法覆核 那我司法覆核 又是不是挑戰國家的權力 絕對是 對我們來說 但是這是應該做的 對我們來說 司法在中共的概念來看 司法只是黨的機器 法官也是黨員 是要執行黨的命令 遵行黨的紀律 香港的法官 法官判民黨委 那就是 香港的法官是英國的法庭 獨立的 法治制度 法官是絕對獨立 所以你看到 無論是印度還是南非 為何曼德拉是律師 為何甘地是律師 而他們在推翻英國統治和種族隔離的時候 他們的法律空間會大於中國那麼多呢 就是因為他無論多差都好 他們的法官都是獨立的 是啊 所以你只看中國歷史 還要這樣扭曲法 已經夠要命了 如果你看上席 其實先那幾年 一個很過人小插曲 關於英國的傳統 我們西方的傳統 記不記得先那幾年呢 就有一個八百週年紀念 英國大憲章 原件循迴演出 對人類貢獻很大 問題是送到中國的時候 就是低調處理 說不出的痛 人家八百年前 已經想到要約制王權 然後人家才有社會進步 累積了幾百年 就進化到現在 這麼先進的樣子 你一下子說這些是不想看的 慘痛的回憶 這些是殖民地的流毒 不想我們再教 還是什麼事 這個不是殖民地 這個是人類的問題 人類進步的一個相當大的貢獻 包括這個大憲章 美國的獨立宣言 還有人權宣言 聯合國的人權宣言 人權宣言 聯合國那份是原子1792年 法國大革命之後 第一套人權宣言 承繼而來 不是改了很多東西 所以西方的承傳 一向都很清楚 而香港過去150多年 所謂的殖民 所謂的腐敗的統治 其實就是承繼了這套東西 人類整體進步 我們現在香港 是屬於現代世界的一部分 反過來看看 先前的習大大講話也好 鄧飛所說的 即使國教論的價值判斷也好 全部都是要撥回去這個帝制時代 那種封建思想 那種集權思想 那種是一個笑話 如果將來這樣 孫中山你都不可以教 孫中山是反賊 一定是反賊 他利用香港做顛覆基地 顛覆中國的和平統一 還有讓香港做顛覆基地 顛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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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在北京 當時在北京 拘除塔魯 還有 拘除塔魯 拘除塔魯 分裂民族分裂 搞民族分裂 挑撥民族分裂 還有 如果你說孫中山 他就是讚英治香港的主義 中國幾千年都沒有一個城市 好像英治香港 幾十年都搞定 幾十年都搞定 是嗎 他還要拉攏外國勢力 走到美國 要無捐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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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戰況激烈 去到勾結日本勢力 勾結英國勢力 在日本成立同盟會 是嗎 還在英國那裏 貓又學會造反 貓造反 去到英國 被清政府的特務 綁架到大使館 找英國人去救 安德黎教授是英國人 向英國人求救 勾結日本勢力 勾結英國勢力 那這些你怎麼教呢 伯伯 你怎麼教呢 所以 怎麼教 你說將中國歷史 尤其是近代史 列為必修 對 怎麼教 為什麼中國歷史 還要加多國民教育 為什麼加了國民教育之外呢 你已經不再提 由八十年代開始一直強調開來的公民教育呢 為什麼我們香港 倒退到公民意識會慢慢連羅密 兩千多年前 甚至三千多年前 希臘的時候都不如呢 這個是值得我們 是不是我們香港窮得 剩下錢呢 應該有一個反差點 如何比較呢 文化大革命 那一個很大的轉捏點 文化大革命 成功將所有價值觀都洗掉 包括好東西 壞東西 全部都破壞盡台 我有少少保留 對你這句 好東西全部破壞 壞東西全部 全部 發黃光大 包括那種 黨派鬥爭的意識 奴隸意識 專制意識 全部大規模發大 文革是 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造成 中國專制主要去到最頂峰的時候 是吧 禮而廉此 這些所有的 還數 就是好的 沒有了 剛剛有一個五毛 就打了一個訊息 就說 沒有 加何來國 沒有人何來國 加領導人 應該想愛國教育 OK 那這個就不是五毛來的 我告訴你 其實是民主派來的 這個 其實就是講回這件事 其實這個民主社會 公民社會 是由下而上構建出來的 這是西方觀念 所以 沒有人就不會有加 沒有加 這是對的 但不需要強調加這件事 人是個體來的 有沒有加都可以有國 我看到 香港那些第一家庭 都有加的 他們加多數是英國的 有沒有感覺到 那不關這件事 剛剛說到價值判斷的問題 中國的 所謂的 集權思想 一定要強調大我 國家為主 集體為重 其實是錯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看回 這個正確的人權理論 尤其是聯合國成立了 不要鬧 你看回所有人權的理論 都是說 人本身作一個主體 是人與人的組合 而構成一個社會 你的政府是人民的授權而存在的 不是反過來 有政府授權人民存在的 大佬 所以變成了 這位阿生 真的沒有說錯 民主不好 一句踢爆了這件事 如果你不是用回 現代世界所接受的 中共好水死增的普世價值 來講歷史 來講公民的教育的話 你終於在教什麼科 人家說你洗腦是沒有錯的 或者就算現在還沒出門 你不可以說我洗腦 問題是我懷疑你想洗腦 你也不能夠說錯 我就是看你的所謂 policy statement 我就是看你的立場 就是看你用什麼假設去做這件事 如果假設是這樣的 你有什麼可能的產品 會不是這樣 即是帝王思編想 跟我說完一套之後 然後你跟我說 你不會打算 自己一套帝王思想的宗示出來 不會 還有你那個國 你經常說要抵制西方思想 現在這一套 中國所強調的民族主義 其實是叫做Nation's Day 民族國家 其實都是近代西方的觀念 舊的 百多年 這是一個近代西方觀念 但是近代西方都可以放棄這種觀念 原因是自從有聯合國之後 大家認同了一件事 如果是以和平和和諧作為優先的 而不是以戰爭和鬥爭作為優先的 你早晚接受一件事 就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話 國家的重要性 所以民族國家的重要性 是相對要減低的 為什麼會形成了歐盟 這些趨勢 為什麼會超國界的組織 由聯合國統籌了這麼多 所謂國際的活動 不想你再用以前 1940年 二次大戰之前 那套 民族主義救見國家 那套 壞路 日本也是這樣 德國也是這樣 搞得天下大亂 那你拿破崙也是 民族主義的錯 那你拿破崙戰爭也是 所以 因為這個Nation State這個概念 在西方近代形成 在西方引起很大的災壓 流毒甚深 人家已經吸取了教訓 吸取了教訓之後 知道這件事過分強調 是不行 即使現在不能夠徹底隨便 就是要逐步 要看這個方向 要逐步超齊 起碼要先淡化 是吧 結果你現在 你自己拿了西方這一套 來強化 西方丟了那樣落後的危險 所以要警惕的 就不單止是香港人警惕 所以你又發覺香港 國際傳媒開始報導 關於什麼 港獨的訴求 其實呢 就不是想說港獨不港獨 而反過來 一個很大的問號 到底中國這件事 他在走什麼 這條路 如果他依然在走十九世紀 那種所謂民族主義構建的國家 這一套 很明顯 其實是重複二十世紀 那幾場民族國家所引起的國際大戰 很像的 這就是軍國主義的來源 大佬 尤其是他大陸國家 有點類似當年的歐洲大陸的德國 是吧 周圍都有很多敵人 是啊 然後你看大陸那些五毛 都可以代表了一種 即是他的民族主義亢奮 對,亢奮思想 中印必有一戰 中印必有一戰 印度剛剛踩了過界 踩了過界 你就打他 沒有啊 然後你說 中印的菲律賓必有一戰 然後送了炸槍給他 送了炸槍給菲律賓 中印必有一戰 你周圍都是你的敵人 你周圍都設定他是敵人 這樣才過癮 不是他真的是你的敵人 你設定他是敵人 這樣才過癮 你想想外面的人會怎樣看你 人家怎麼會不害怕你 所以那種害怕 不是因為你強大而害怕 而是因為你發瘋而害怕 你二十一世紀 走十九世紀 民族主義國家路線 走軍國那一條 即是北韓人 沒有人會覺得他強大 但為什麼人家會害怕他呢 因為他瘋了 北京都怕他 北京都怕他 阿楊的心水清 提醒大家 雖然是和風細雨 但背後暗藏的殺機可以很嚴重 但真正造成這個所謂危機 或者風險的什麼加科 不關香港內部矛盾 你真正說的所謂深層次矛盾 這裏要再轉下去的話 深層次矛盾 是來源自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 兩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不是制度那麼簡單 你如何協調 當然啦 港珠可以說 我們是只談經濟 不談政治 香港最重要的是賺錢 喂 你知不知道 如果一個不透明 專制獨裁體制 搞出來的一些經濟 甚至連普通的一隻股票 他都可以一句說話 一篇文章 剔平你兩句 一下子市值蒸發 成千億 連香港的行字都跌回幾百點 好像媽媽那樣 插水跳過 我沒有批評他 最近是騰訊的 很多創業的遊戲 我都未玩過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玩 不過呢 很多人都覺得很好玩 在大陸那裏 全中國排第一 中小學生 打手機遊戲 那些手機遊戲 封我全中國 其實模特兒不是那麼新穢 都是很舊的 就是說你參加遊戲 代入角色 買武器 買衣服 去對打 都是很普通的 對 無論如何普通也好 始終是代表創業的工業 如果有人沈迷 你在美國也好 在香港也好 那你就通過正常的教育途徑 正常的心理輔導等等 各種方式去支援 來減少這件事出現 是吧 你沒有理由 用一種 好像國家軍臨天下的方式 你呢 就塗毒 什麼什麼 然後呢 就要你一日之間 市值成 蒸發成千多億 又要你限制使用 就不叫你下架 就算是給面子 就轉而來 最過癮的是 他是毒害青少年 大家記不記得這句說話 什麼時候有哪個人用過呢 經常用過 哪一個用過 希特拉用過 我以為你說 希特拉所說的自由主義 是毒害青少年的 所以你明白 所有這些 你如果是一旦用了這種思維方式的話 衍生出來的結果是很相似的 那時候他是燒書 納水德國是公園 那時候就是燒書 扔書到火 首先是燒書 然後是燒人 你說只談經濟 不談政治 哪有可能 是開玩笑的 通訊不知他自己本身公司損失 那天香港股票都因為這樣跌了幾百點 所以就只談經濟 所謂經濟利益共同體 就是面對這個風險的共同體 走不掉 不要誤會 你綁得太慢 那變成有兩樣東西 經常說 香港要跟大陸的局金融體 加強融化 這次又說波叔貿論 他經常說那些國際評論員 分析員 是二流的 謀波謀論 不是歸波氣功 是謀波謀論 比歸波氣功更厲害 他就直接說那些國際分析員 是蠢的 因為有這麼大的祖國 讓你融合下去 哇 那些歷史機遇一定發達 沒有理由是負面消息來的 那就降你兩級 所以大家發覺 現在的後續影響 很像韓少的後續影響 你股票就插水 你這個匯率就插水 你不要怪人 有一個叫做世界大勢 如果經濟在無形之手的話 你不聽經濟規律 你就自己折本 現在人 普通一般香港都不是大戶 金魚缸裡面都是散戶 香港金魚缸 香港金魚缸一直越來越紅 那如果哪幾個企業 哪幾個死企業的老闆 在上面出什麼事 你分分鐘無辜地死了 不知道什麼事 另外一件好死過癮 除非你學習大陸那一套 我不准你跌 試試 即是不准沽 只准買入 不准沽貨 那你怎樣鎖定利潤 之前那個融斷機 就融掉了 就是這樣來融的 你有本事 擁抱大中華經濟 是等於發展大中華 跟曾蔭權說 想窮也很難 結果連降你幾級 你都知道什麼事 這些是客觀的事 所以港珠經常說 你只是講經濟 不要講政治 你不講政治 政治找上門 你自己想清楚 不是說你積極參與政治 但是你不可以不理 你不可以不知 你不可以盲目地相信 別人的指揮棒 這樣就叫好 就叫好 不是這樣理解 現在我們看到 單單從騰訊 這麼小的市場 建美之主 他的股票市場 或者企業的營運 不是純商業和市場向導的 是完全受他的政治體制壓下來影響著的 這件事和以前英國的那種 相對地帶自由放任的那種商業模式 是完全兩件事 完全意識形態是兩件事 你是意識形態先行於你的政策 而政策出來之後就有後果 大家看到後果在哪裏 所以如果經常說經濟不要跟政治 你聽完波叔的謀論的話 你現在PK不要掛人了 但是最近好像有人說 哇衝起 這個深港通又開 這個債券通又開 然後A股入魔 即是MSCI index 注意了全部都是好消息 為什麼你不說這些 又回到老問題 不是說不是好消息 問題是對誰的好消息 中國經濟受惠肯定是的 剛剛RQFII 即是那個 額度你可以買中國 證券和債券的額度 由2700億加6000億 到5000億 放死那些外國不來買 放死那些外國不來買 你夠經濟啊 大哥你不開放 不過開放有一個catch 大家忽略了 各位港主不要小看自己 這次又是靠香港果軍 很多人沒有留意這件事 但是有些評論家 做慣股票 真是深水清理 不得了騙不到 你所謂A股可以入魔 即是要入魔 即是要入魔 那些國際指數 那些指數是怎麼來的呢 人家其實是要計較 你的股票的流通量 你是不是自由買賣 過某個比例 我才可以讓你入到指數 如果我怎麼會 容許你買這些股票 我買不到 只要買不准買 其實是靠什麼呢 就是靠中港通 深港通 胡港通 令到你A股可以增加交易 和流通量 所以你才能入魔 你老母 那為什麼硬闖 關闖 三年都闖不到 前兩年 倒數 為什麼說賣大包 讓你搞中港通 你猜真是為你香港好 想清楚 開到一個渠道 被人撐A股 況且那天 真的大家不介意 看回當年 那天 我說的什麼家科 其實大部分的所謂賣盤 A股 是轉倉的 即是說有一個受限制要交增值稅的國內的股票的戶口 轉回去香港這一邊 是不用收增值稅 不受你交收限制的香港戶口做貿易 做交收 所以變成A股 只不過是把流通的方式改變了 不等於你總量好 你搞清楚 明白嗎 只是流通量 但不是總量 搞清楚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剛剛中國又發債很成功 諸如此類 只不就是因為香港搞了債券通 容許外國投資者 可以在香港賣到中國的債券 可以賣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多了自由交易的流量 那你就說你的所謂債券會好 但是債券好是甚麼意思 就是國家印欠單 你拼命搞什麼 一帶一路就住了 誰會賣賣 80年代 誰會賣賣 不過這些是複雜一點的 不是金融 不是金融 不是以前的農民 這些是可以交收的 白條 永遠有個白癡在下面 接你的貨 我自己有時候來自大陸的遊行 或者香港本地的遊行 沒有中國 香港死了 你看看 滬港通 深港通 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上面的錢下來 你香港死了很久了 所以其實 哪個心水清呢 習大帝是心水清的 為什麼經常這麼騰雞 要說怕這些人 作犯 如此緊張 我寫了幾篇文章 那個人叫做 《產平香港》 留意一下 就是中央這個大帝國 什麼時候有信心來《產平香港》 就是他不需要你的時候 他不用再給你面子 就是《產平》 這麼簡單 你不聽話 有沒有貢獻 就是《產平香港》 那問題你發覺到現在還沒產香港 是不是 你想清楚香港的利用價值在哪裏 你只是想一下他的金融改革 之所謂掉了一條命 今次那個所謂金融改革 掉了一條命 我還未爆 今次掉了一條命 又說可以搞什麼大陸 諸如此類 不就是靠香港 還有他有沒有可能 他如果要完全不靠香港 除非 取代不了 除非 除非 他的政治體制 完全走回西方那種自由 民主 透明 而他的金融體制 因為政治體制開放了 先後次序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要走這套 國際銀行的金融體制 你後面的政治體制不能不符合國際標準 問題是他敢不敢 願不願意走政治體制 行倒啊 不是願不願意 即是說 他變成了 他的股票又好 他的所謂市場經驗 永遠受限制 永遠不能夠 永遠開不了 所以不能夠不靠香港 命運共同體是真的 哪個賺了 港交所一定會賺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拋貨 拋到港交所 白癡仔 你時間就罵吧 你傻的 港交所是上落都有錢收的 你有交收就可以了 你有交易就可以了 傻的 你傻的 所以就是說 誰得益呢 就是那些少數先富起來的人 富豪啊 有錢人 春光水雷鴨才知道 類似多年斯扒 總有些人有傻的 哪些 不告訴你 問題就是 小部分人得益 你想想香港整體的社會 是不是真的得益 不覺得 這件事 又是他自講的一個死穴 就是他覺得我向你送禮 輸送禮的 為什麼你們還這麼多不拖 請你們想想 包括香港的也好 大陸也好 你說送禮好 我當你真的送禮 我當吧 誰得益的就是 送禮去哪個手上 只有幸來到 得益的是哪些人 藥房 業主 業主 還有那些 你說什麼通 什麼通 什麼通 又說交數 有位網台主持也走了開藥房 但是這些人得益之後 網台也不做了 這些人得益之後 哪些人受損呢 其他人 所有人 扭架都說天高 就像全香港受苦 林鄭也受害的 她想半天三間買購物買不來 購購購購購購購博 那些雜貨店沒了 雜貨店沒了 你可以敲壽購購買購購 結果就是要坐的士 走去 回到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拿兩卷購購購 坐坐車的錢貴過兩卷車子 你說生態是不是很嚴重 所以利益輸送下野 你都要想清楚到底利益落在哪個手上 最近你都看到了 你說要支持香港經濟發展 於是拼命開水喉 結果不是有關係的機構 例如海航 幾千億幾千億收 然後在東九龍拼命買地炒得飛起來 那你那些港豬有什麼傻過,從來不覺得有什麼傻過 你那些錢是下來了香港,下了什麼人的袋子 沒錯,下了誰手上去用 反過來是吸回其他普羅大眾的錢,直接損害他們的利益 楊毛出在楊身上,你一個停車場的車位抄到幾百萬一個 租金就去到你負擔不起了,so what? 原因就是給錢那個,收錢那個和賺錢那個都不關你香港人的事 所以呢,你北京不要經常覺得自己送來,你送來的利是變成石頭打你自己的腳 惡性循環來的,結果香港就更加反中 你越宣送利益越反中 不要說我小馬大幫忙,如果真的有人提醒習總的 你醒醒目目,不要這麼豬給別人看 的而且,為什麼有一個這麼奇怪的循環 就是你越輸送利益,香港人越反中 你想清楚誰是你的所謂經濟代理人 我一直都反對一個經濟右派,香港未視為經濟右派之一的雷鼎明教授 雷鼎明教授,但是我有一句說話我非常認同和非常讚賞 沒有了大陸的錢,香港的樓價跌九成 好啊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為香港,想香港永遠沒有港獨 抽走大陸的資金,永遠不來香港買樓 永遠把所有自由行刪掉,永遠不方樣下來 至少這兩樣做到其他,遲些再說 哪個國家在做這件事呢?德國咯 世界列強力,保證香港的所謂港獨一下子 不讓你炒樓的嘛 雷教授指了一條好路出來讓你走 應該立刻找他做國賊顧問 不用說國賊顧問,傻子都知道,不過他們不容易面對 因為你所謂樓價跌九成,受益的是普羅市民 受害的是誰呢? 千萬不要只要全身債,全身的資產 他們通過一些資產,不勞而獲不特止 還要食盡一般市民和整個香港的高血 所以你不斷所謂送來,結果呢 就真的大家都慘,大家抱著死,大家抱醜 所以你說越幫越望,越幫越反,不要怪人 這是很常識性的事 所以你說拿起來是不是真的好呢? 好像之前,傻子都知道不好 銀行家黃東盛、其他人都說過 取消港元,只是用人民幣 我們之前有一集專門說這件事 最近港元真的有點震動 港會不斷跌,這些牽涉到香港人的荷包 我告訴你,又有個伏的 伏是甚麼加科呢? 玩到金融就知道了 英國的設計的系統 叫做自動平衡的 即使你說聯繫匯率很傻瓜才算 其實當年的笑話就是 中學生也會玩的聯繫匯率 為甚麼? 你拿一元美金過來,我就給你7.8港元 你拿7.8港元過來,就給你1元美金 這條數很少學生式的 你不用甚麼高深教育的銀行員都可以的 那就事件定位了 而港元本身是自由流通的 其實政府沒有要干預他的 在一個不干預政策下 那你的財金官員做甚麼好呢? 打球、喝茶 你沒甚麼實權 我想清楚,是沒有實權的 財金官員 反過來 你在一個封閉的金融系統裏面 永遠都要靠你中央那支棒去指揮經濟 永遠都要靠中央銀行 甚麼宏觀調控啊 甚麼利率管理啊 令到你的經濟可以 不要爆布的 或者是靠你吊著名字 在這種情況下 你財金官員是否很大權 你站在一個銀行家來說 你希望做一個中學生也做得到的工作 還是說你真的有實權在手呢 你傻子都想到啦 所以就是體制衍生出來的東西 就是這樣 你如果不跟世界標準去做事 你就變成第三世界咯 第三世界裏面最威的甚麼加科 官商財佛 三位一體 這個是不神聖三位一體 不神聖聯盟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有很多時候 經常聽到經濟理論 大家想多一個角度 講諸誠 只是講經濟 不要講政治 其實是密得可分的 你的水平度 你理解不到 政治行先 很多時候都是 問題是 如果政治上不想清楚 如何解決問題 衍生出來的 你不要以為經濟自己會解決問題 經濟不是不會解決問題 經濟解決出來的問題 結果你的人受不受得下 即是說你一面倒去保障 你那個所謂思想授受的經濟體系 end up 不就是你捱跪租 捱跪樓 沒有良家 這麼簡單 那最近港匯 為什麼會好像一直跌 這個也是死結來的 聯繫匯率就是 好像過期脫星一樣 脫又死不脫又死 原因就是 一早就說了 要不就是趁好景的時候 脫毀了他 要不就是你鎮最差的時候 脫毀了他 你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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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問題是 你怎樣也好 總之掛著他不脫 美國早就已經說了 早晚加息 已經開始加了 加了 還會有段時間加 他回復正常 他叫做縮表 即是縮小的資產負債表 即是減債 在這種情況下 他又加息又減債 會發生什麼事 即是有某程度的 美元強勢 在這種情況下 說完是減債的 你沒力不跟 那你是不是加息 你加息的樓會不會爆 他害怕 他害怕 但他又不加不行 但他又不加足 即是他 說到尾 他又要托著高樓價 但他又要托著聯匯 他又要托著聯匯 他又要托著聯匯 聯匯 也同時存在 五馬分屍 另外再加上一件事是 落井下石 五馬分屍還是落井下石 我覺得是極型 更慘 另一次 那個落井下石是哪一部分呢 只要不是擁抱了國命運共同 你跟他波叔的謀論 你黏在一起就好了 說鬼 就是說美國那個平級正在升 如果香港沒有什麼意義跟美國 就照升 好想不想跟中國 中國平級正在降 這邊平級正在升 那邊平級正在降 我不加息你也會死 所以五馬分屍就加上落井下石 我們之前也有一集說 中國的平級 是被降級的 而香港也因為這樣 都拉下水 那你強調一國 你就看看一國的好處 現在港匯已經跌了 以前一般是7.75 最近大概是7.85 八五很誇張 立光見影 很上限 所以大家看經濟這下 經常說要強調一制優先 諸如此類 各位港豬只是說經濟來計 會不會開始懷念這個兩制的好處呢 所以就是這樣 既然說匯率有這樣的問題 香港又被牽連降級 喂 聯匯真的守不守得住 守得住 暫時不耐 為什麼呢 又回到波叔謀論 你拼命花錢做基建 只是靠海 原因是香港是不是靠基建賺錢 你想清楚 很多人這樣說 香港沒有基建 我們的經濟怎麼發展 唐水滾唐魚 你掘個洞 田個洞 掘個洞 田個洞 你經濟好增長 我有解釋過 不過通常都認為我 我阻礙發展 哎 阻礙人發達 又要殺人父母 那你發什麼 你其實不斷 把香港的家當敗壞了 因為你搶你的錢就發抖 拿50億出來 做好一點點 教育就已經是王恩浩洞 所以說 為什麼不能長久呢 那個聯匯 因為聯匯需要一種很重要的後盾 一個強大的財政儲備 也就是說 別人衝不散你的 嘴擊你又不行的 你永遠有錢又換的 就是這個曾任權 已經一直守著 那時候打大陸就守這件事 你說怎麼守財路也好 他之後都是這樣說 胡蘇仔也守著這件事 他說誰要動魚聯匯 誰說要檢討聯匯 我就要兜巴聲 那時候的確 不怕不行 經濟危機 天天在吵零七零八 接著去到歐債危機 一零一一 他是有信心守得住 那兩個大浪是守得住的 因為當年他有份打大學 還有胡蘇仔 幫他把關做財爺 那整套理論 跟蹤英國佬那套保守的理財哲學 盡量不干預 要干預 要干預先干預 要干預 要干預先干預 要干預先干預 要保住你不要蝕水 整套東西是很齊全的 現在波叔出來 全部領轉的話 你可以想想 以前安定繁榮的基石 就是在於你財政上的穩健 你說財政上不應該穩健 你還想要安定繁榮 會不會有些少少圓木求魚 假設真的 一有一招一守不住聯會 我們這些凡夫 逐少看得到 不要說國際大惡 看不到你香港有些什麼不點 部署一定 一東西擊下來 塌了聯會 異曲同工 大家的荷包會怎樣 不是大家荷包問題 又回到同一件事 那就是樓價跌九成 樓價跌九成 不過 跌了九成 你那些人依然沒有錢買樓 更慘 你依然是有相同的結果 即是你資產 跌倒了 你資產價格跌倒了 而且你那個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都死了 所以這一下子 結果都是這樣的 問題是受害者不同 如果你現在動那些人 受害的就是記得利益那些人 而香港普羅大電線就拍攏手掌 反過來 如果不是的 你拼命是花錢的 以為貼了阿爺就很棒 給錢阿爺就很棒 結果你會得到堂的後果 你都會PK的 問題是大家一起PK 即是攬炒 即波叔的貿易 寧願攬炒 都不會損害記得利益者 是不是很可愛呢 這個人 越看越可愛 或者記得利益者 假如是阿爺的話 在塌當之前 其實都將自己的利益移去 美帝呀 英帝呀 那些 所以我又不知道那些人憑什麼 愛國情操呀 民族大義呀 愛國教育呀 這些要接受一下國民教育的 難道你說現在移民去外國 是間諜來的 是臥底來的 其實他很愛國的 不過他拿外國雙身證 可能是啦 可能是啦 將來愛國教育 會不會是這樣教呢 即是說 愛國就移民啦 你移民了就最愛國 或者你 習總會視你如親生仔 親生女也是這樣 即將來那些 有良心的教書 是怎樣教的呢 即是教孩子移民 哈哈哈哈 這樣才是緊貼國家領導人的政策 所以現在香港呢 就已經 不要只說 只談經濟 不談政治 其實呢 香港背後 在潛藏著那個經濟危機 我不說政治危機 經濟危機 其實絕對是不小的 你的家當是賣 這裏幾千億 還有磨底三譚 不斷的資料 危如累倫 所以問題就是 所謂政治智慧的事情 就是有少許常理已經知道了 小時候我們練治的時候 那時候呢 不是經常有那些 臨無貼的 其他一篇 九宮額 就是 加油二千 每日二前 下句是甚麼教科 全無生計 用得幾年 哈哈哈哈 自小 赤讀那個年代 小朋友 抄字的時候 就是抄那些 處世格言 常識常理 那你現在做甚麼教科 我可能比較年輕一點 你先進青年來的 大哥 我是讀 我讀 要被佛抄 念字 寫這個自小格言 像處世格言 就是很常理 因為當時英國的教育 是很尊重你的 中華傳統文化 是呀 很尊重你中華傳統文化 人格分圖培訓一部份 你們有常理 麻煩 我寫字紀玉宣 我都要練下九宮格 接觸一下中華文化 寫得紀玉宣 一件事 所有學生都要寫 用墨盒 寫下毛筆 英國人懂得尊重這件事 大哥 突然搞國教 搞甚麼家伙出來 跑爆佬 還有他教育做得好 肯尊重人文化之外 他也因為 結合了西方那套商業文化 加上中國儒家 傳統儒家的好的 例如誠信 那種做生意的文化 結合下來 才有香港的那套 所以飲水思源 甚麼叫無妄初衷 這些文化就是 文革化 香港 即是傳統 中國傳統要打沉 西方 就會被異和屯息 那些 逢是西方一直劈走 結果剩下的就是甚麼呢 就是 六七暴動的那個環境 就是啦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這件事可以撕開 現在樣子 提江堅提了大家 雖然和風細雨 但是 到底是否正在製造一個 條件去進一步去做事呢 這件事真的冰空戰 大家要小心 就算你不講政治 你也可以聽一下 蕭公正說 分分鐘 分分鐘的家當沒有了 你連何包的每一分 每一盒都沒得正 蝕得 蝕得 所以今晚提醒大家這件事 希望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今次上行立法會還會有什麼跟進呢 還會繼續陸續有內 大家密切留意 我估計甜頭會繼續來 不過來到差不多的時候 主菜來的時候 你先聞一下主菜有甚麼味道 就算數了 哈哈哈哈 出得來遇到還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早點休息 拜拜